如今在德云社中比较红的演员都有自己的助理 像郭德纲 郭麒麟 岳云鹏 秦潇贤都有自己的助理 而演员们与院种助理的日常更是让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3月14日 张九龄的助理在短视频平台晒出一段视频 看完视频后 不少网友直呼 能从德云社演员身上坑出钱来 估计也只有助理了 事情的起因是 张九龄主动用自己的手机 帮助理小姐姐跟于华老师拍合影照 当时助理还感叹九龄眼里太有活了 但当助理向九龄要照片的时候 九龄却把照片加上了水印 为此 助理只能按照规矩给九龄发了一个红包 没想到九龄却坐地起价要20亿张 而且还不是原图 最后 助理小姐姐一共花了41元 才得到心心念念的合照 看到这儿 不少网友表示 九龄真是太鸡贼了 居然还会加水印了 怕是张九龄也没有想到天到好轮回 下回就轮到了自己 当天下午 张九龄参加了话剧《俗世奇人》的排练 助理也拍摄了现场照片 但当张九龄想看的时候 助理则表示40亿张 而张九龄则表示一人不容易 想要助理给打打折 最后则是以42元成交了两张照片 寒泪赚了一元钱 40 你给我打折 40一张 21 一人不容易 你看我大皮鞋都穿上了 你给我看看 21一张 行行行 你给我画的呢 我给你看看 你拍一拍 拍了 快点 你转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还是助理小姐姐聪明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这招用的是真好 真是硬了出来混迟早要还这句话 不得不说 德云社的助理们真的豪横 不是坑演员 就是在坑演员的路上 怪不得郭老师都想给助理出一本书呢 但不得不说 助理小姐姐拍的照片还是不错的 这42块钱花的不亏 也希望以后助理小姐姐 能够多多给大家分享一下 九龄的日常视频 张九龄作为九字科的大师兄 如此年轻就成为了九队队长 在德云社内也是少有的 特别是成为队长之后 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 张九龄都变得格外稳重 特别是如今也有了自己风格的相声作品 五坠子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特别是月云鹏版的和鸾云平版的 相信看过以后你会更加喜欢张九龄 千万别忘了回来写观后感哟